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习近平怕了中南海风向突变 担忧俄罗斯失事 判处俄乌停火 拜登称独裁与民主国家开始决斗 气球又来了 多名飞行员谭香山目击巨大飞行物 中共高官老乡征上位 闽哲系黄建发尽力部 党政机构精简 公务员丢铁饭碗 山西六线撤上千职位 民企被习近平打残 中国青年失业报表 中国2022法拍屋突破60万户创新高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习近平怕了中南海风向突变 担忧俄罗斯失事 判处俄乌停火 乌克兰在西方国家不断军援之下 至今仍顽强抵抗俄罗斯入侵 不仅俄罗斯陷入泥罩 中国也如坐针毡 华尔街日报20号引述 接近中国决策圈的人士指出 中国领导层越来越忧心俄罗斯衰弱 以重新审视自身立场 如今更倾向推动俄乌停火 防止同为对抗美国伙伴的俄罗斯 遭遇更大的挫败 知情人士表示 尽管俄罗斯实力弱化 会让中国在双边关系中占上风 能够取得对中国更有利的交易 包括能源交易 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无意看着莫斯科当局以及普京 因战争而失事 所以持续推动扩大中国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 例如增加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农产品进口 加强双方在北极地区的能源伙伴关系 以及扩大对俄罗斯铁路和港口的投资等 此外中方迄今虽仍对军援俄罗斯表现克制 但部分北京外交测试已经开始提问 是否应该考虑出于防御目的军援俄罗斯 这么做虽然会大大增加这场冲突的成本 但也可能让中方掌握更多提出解决方案的筹码 只不过这样的举动自然将加剧西方各国对习近平的怨对 中国最高领导层是否支持这个想法 仍是未知数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 国际关系教授瑞德成科表示 若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当然会成为改变冲突形势的重要因素 这或许也是中国即将提出的和平计划的一环 即呼吁俄乌沿着目前领土控制线停火 中方可能也打算告诉西方 若现在措施平息事态的机会 中对俄的支持可能会让这场战争的代价更高 并为乌克兰和区域稳定带来可怕的后果 中方推动停战的举措 凸显习近平不再试图将中国塑造成中立国 而是寻求扮演更显著的角色 随着俄罗斯几乎派出所有的地面部队 战事却仍果足不前 中方也更加重视自身在化解危机上 所能发挥的作用 据了解智库兰德公司上个月一份题为 如何避免长期战争的政策报告 获得许多中国外交政策权威的重视 其中直接挑明战事越拖延 俄罗斯就越可能与北约组织冲突 中方认为这种观点 为其创造一个尝试劝和的机会 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韵表示 中国不会坐视俄罗斯彻底战败 促和倡议是这个目标的第一步 但他怀疑中方除了呼吁和平对话外 能否提出任何实质性的和解方案 拜登称独裁与民主国家开始决斗 据法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发布乌克兰战争一周年讲话 决定继续在乌克兰的战争计划 普京指控乌克兰与欧美威胁俄罗斯生存 乌克兰与美国完全拒绝普京的讲话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决心追究俄罗斯 据法新社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参谋长安德烈·伊尔马克 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向全国发表讲话之后说 乌克兰将追捕和惩罚俄罗斯 该官员说 简而言之 俄罗斯在战略上目前处于僵持状态 乌克兰的任务是将俄罗斯军队赶出乌克兰 并对他们的一切罪行进行惩罚 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今天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 指责西方对俄罗斯的威胁 使俄罗斯有理由入侵乌克兰是荒谬的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指出 没有人要攻击俄罗斯 沙利文告诉记者说 俄罗斯受到来自乌克兰或其他任何人的某种军事威胁 这种想法就是荒谬的 沙利文在预告美国总统拜登 定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周二16点30分 在波兰华沙皇家城堡发表的演讲时说 拜登将不会概述任何通过外交手段 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计划 相反 拜登则侧重于从乌克兰战争中 吸取更广泛的教训 拜登认为这是民主国家和专制政权之间 全球斗争的一个拐点 沙利文说 因此拜登的讲话将具体论及乌克兰战争 但当然也会强调 试图破坏基本原则的侵略者 和试图维护这些原则的民主国家之间 正在进行的更广泛的斗争 法新社说 在华沙和莫斯科 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都在周二发表决斗演说 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 提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这是发生在 美国总统拜登突然访问基辅的第二天 好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气球又来了 多名飞行员 潭香山目击巨大飞行物 据一平新闻网报道 美国军方本月初派出战机 击落一个疑似中国间谍气球 使得美中关系再度紧绷 根据英文媒体周日2月19号报道 多名飞行员通报 在夏威夷首府潭香山发现一个巨大的白色气球 高度约在4万到5万英尺之间 当时在周边的所有飞机都收到航空交通管制发出的警告 据美日邮报报道 多名飞行员周日下午通报于夏威夷以东约600英里上空的雷达上看到一个巨大的白色气球 太阳报指出许多通报表明该物体是在潭香山上空被发现的 几天前 美国官员称 一个飞往夏威夷的中国间谍气球被吹离航线 新闻周刊报道 根据分享全美各地重大事件的推特账号 Interpoint Alert发布的照片 一名在飞机驾驶舱内的飞行员手持一张纸条 上头写着 接获在2639N15021W附近有巨大白色气球的通报 预估飞行高度在4万至5万英尺 精确高度不明 若看到该物体请通知ATC 夏威夷航空交通管制或任何其他美国官员 尚未证实是否有气球出现在夏威夷上空 目前也不清楚 飘浮在檀香山附近的大型气球到底是什么 以及归属何方 不过奥克兰海洋航空交通管制中心 证实了该飞行物体的存在 近几周气球事件使外国监控设备的问题 成为美国人关心的焦点之后 美军又在北美上空击落了其他三个飞行物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 美方目前认为这三个物体都是用于研究 气象观测或其他商业目的的普通设备 与中国间谍气球完全不同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共高官老乡正上位 敏哲系黄建发近立部 据星岛日报报道 中管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第一期研讨班 昨天上午在中央党校开班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中央书记处书记石泰峰 李干杰 李书磊 陈文青 刘金国 王小红出席开班式 陈希主持开班式 这显示69岁的陈希 在二十大卸任政治局委员之后 仍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中央党校校长 作为领袖的清华同窗 陈希生活信任 掌握高级干部的升迁调配 党代会之后 仍占好最后一班港 新任政治局委员的李干杰 进京已经超过两个半月 虽然职务还未明确 但被广泛视为将任中卒部部长 李干杰毕业于清华大学 是一位核专家 曾任生态环境部部长 山东省长 山东省委书记 被视为陈希的清华门生 不过 李干杰本身缺乏组织方面的经验 相信陈希这几个月 是传帮带扶他上马 研讨班由中组部操盘 央视新闻联播画面所见 浙江省委副书记黄建发 与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江信志 中组部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李小新 坐在第一排 中组部副部长彭金辉 徐其芳 张广军 则坐在第二排 这也印证了黄建发已经进京 再力步行走 相信已是正部级的副部长 58岁的黄建发是陈希的福建老乡 长期在国家地震局工作 短暂回到家乡担任福建省地震局局长 2010年起调去四川历练 曾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18年调任浙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22年升任省委副书记 在二十大当选中央委员 将信致名列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三月两会之后将正式前往政协工作 由敏哲系黄建发担任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协助李干杰 掌管力部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党政机构精简 公务员丢铁饭丸 山西六线车上千职位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新冠疫情下的动态清零政策 导致供应链外移 房地产行业遗落千丈 依靠土地财政收入维持运转的 政府机构的压力越来越大 据官媒报道 山西省启动所谓党政机构改革试点 六个县缩减编制超过一千个 事业机构缩减率达七成 数千人将被下岗或转岗 山西省政府在财政资源入不复出的情况下 六个县的党政机关正在缩小编制 财撤数千人 据澎湃新闻2月18日报道 山西省前后推动六个试点县 探索人口小县机构改革 近日则数个县透露具体党政机构 事业单位精简比例 以及领导职数的核减情况 其中长治市离城县公布 改革后党政机构减少31% 事业单位减少76% 全县科级领导职数核减134名 河北时事评论人士碧心表示 山西省缩小党政机构编制的 都是人口小县 人服役室的现象非常严重 更重要的是 人少的县政府财政收入也相应减少 他说人口多的县还是靠人口红利支撑着 包括存款 其实政府财政早就空了 只是拆东墙补西墙 能看出来山西这次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山西原来的支柱产业是煤 其后升级改造精煤细彩 后来山西发展电动汽车等 报道称 山西河曲县福山县的党政部门分别从36个35个 整合成22个 平均精减38% 党政群机关科级领导职数总量 则分别有改革前的151名 154名 均精减为128名 平均精减16% 除学校医院外 直营事业机构人数精减78% 事业编制精减58%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党政系统曾经经历多次大的机构精减 但机构越减越多 据初步统计 一个县除了有县委、县政府、政协、人大、检察院、法院 还有发改委、科技局、规划局、文化局、广播局、新闻出版局 老龄委、房雷办、精神文明办公室及档案局等 约160个机构 一个县长6至9个副县长职位 甚至有的是10多个副县长 毕信说 如果每个县精减1000人 那么又如何安置他们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包括社会稳定 体制如果不变 再怎么精减都没用 只会增大反弹的力度 据报道引述山西省编委办 表示山西省15万人口以下的人口小县数量较多 普遍存在财政供养人员比利失衡 人福一世等问题 改革主要方向 有重组整合功能相近的党政机构 简化部门中间层次 大幅精简压缩事业单位机构和人员编制 限制事业机构实行限额管理 山西媒体人李思海认为 山西的问题也是当下中国各地政府普遍面临的难题 这些问题与国际国内的环境有关 他说 以前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卖地 而且过往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友好 现在与西方慢慢脱钩 甚至与美国成为战略竞争者 而且这几年新冠疫情防控追求动态清零 以及打压房地产行业 所以政府要卖地也很难 地方政府相对比较缺钱 这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所以他们只能减少公务人员或事业编制人员 中国财政每年要支付约7000万人的薪水 医疗等费用 有网民评论说 政府公务员或事业编制的人数越来越多 许多是领导干部的亲朋好友 每天上班喝茶看手机 聊微信无所事事 因此必须精简机构 民营企业被习近平打残 中国青年失业破表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经济在习近平镇压民企及严格疫情管控下 互联网房地产补教全部熄火 高达百万就有机会消失 芯片也烂尾 青年失业率狂飙 有人投了百分履历全时辰大海 一家山东国企招聘砍半 只招一千人 报名人数竟高达十万 履历就像泄洪般涌入 面对海量的求职者 企业为了节省成本 直接动用AI先淘汰一批人 据财新报道 中国就业市场寒气逼人 去年秋季校园争裁几乎腰斩 字节跳动砍半 美团从一万变五千 百度腾讯直接盖牌 不披露实际招聘计划 传出腾讯只招三位数 不少企业甚至放弃校园征裁活动 一位香港中文大学阳性毕业生 描述求职艰辛 他说自己投了近百分履历 全部石沉大海 四五个月过去了 手上的offer是零 山东一名国企人力资源部门也说 2021年校园征裁两千人 报名一万人 2022年释出的就业机会砍半 报名人数竟高达10万 履历就像泄洪般涌入 面对海量求职者 有企业为节省成本会采取线上比试 AI面试等方法 先淘汰一批人 一位被AI面试的求职者回忆 对着机器人回答问题超级怪异 也不是交流 等到第二次再遇到AI面试 他不再精心准备表达的逻辑 只想赶快答完 报道指出 现阶段中国青年就业难度前所未见 过去一年16-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 一度接近20% 创下记录 2023年大学应届毕业生 渴望来到1,158万人 年增82万人 扣除报考公务人员及研究所 至少有700-800万人踏入职场 再加上非应届毕业生 可能造成青年失业率短期上升 与此同时 吸纳青年人的核心产业 互联网 房地产 补教业因强力监管 亦失去往日光芒 报道称 昔日光是补教业 每年就吸纳70-80万毕业生 现在顶尖的大型线上补教业 只招聘数十人或百人 连零头都撑不上 至于属于高新行业的半导体 生物医药也明显降温 尤其芯片业几乎百分之百都缩减 校园征裁 仅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求贤若渴 新鲜人及门外汉想转行都难上加难 中国2022法拍屋突破60万户 创新高 据中央社报道 根据统计受防疫政策冲击经济成长影响 2022年中国法拍屋挂拍数量 大幅攀升到60.6万户 较2021年的44.7万户 激增了35.7% 创历史新高 法拍规模因此上升到人民币1.4兆元 以省级行政区计算 四川省以6.6万户 高居2022年中国法拍屋挂拍之冠 其次依序是广东、河南、江苏省 挂拍户数均超过4万户 若以成长率而论 2022年四川省重庆市挂拍量 均较2021年大增了于80% 以类型计算 上述法拍屋中住宅的挂拍户数最多 达31.7万户 较2021年大增了34.6% 比重达到52.3% 其次是商用 挂拍户数20.1万套 比重33.1% 据第一财经报道 今天发表上述数据的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 2022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涉及债务纠纷的不动产数量出现上升趋势 预料破产案件企业数较多的省区 法拍屋拍卖户数后续可能还会有一定比率的成长 但相较于挂拍数量 2022年中国法拍屋的实际成交数量不增反减 仅成交11.8万户 较2021年下降了14.9% 成交率只有19.4% 远低于2021年的30.9% 原因除了购买法拍屋的规定线之外 中国房市陷入不景气 也是主要原因 同一数据指出 2022年中国法拍屋中住宅商用工业用的折价率 分别为84.8% 71.9%和84.6% 都下降了5个百分点左右 也就是说 2022年这三大类法拍屋都卖出了更低的价格 若以城市来看 法拍屋市场主要集中在二线城市 2022年挂拍户数前20名的城市中 二线城市数量就占了12个 其中重庆约3.2万户居首 其次依序是成都、佛山、杭州、北京、长沙、苏州 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 法拍屋主要源自债务纠纷 挂拍量较高的城市 多位于近年破产企业数量较多的中西部 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